张博之三台这个消息从被媒体所爆出 而被他身边的人以各种理由和方式进行否认 到张博之的工作时首次正面地承认了张博之生下第三台的消息 在到消息公布之后 张博之首次开通了社交平台 并且晒出了一张温惜美满的卡通版本的全家福 这一系列的消息承认之后 无疑是给粉丝朋友们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礼物 大家纷纷为张博之感到高兴 并且张博之还为第三台宝宝小王子举办了满月酒 开通了社交平台之后的张博之 从12月17号到19日 他都保持着一天更新两条动态以上的频率 生娃后频频地分享自己的生活照 也让许多粉丝直呼 请继续保持住这种更新速度 而在11月19日中午 张博之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两张自拍照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生完孩子后的他 身材依旧曼妙 而且皮肤状态也保持着相当水嫩 生生穿了一件橘红色的防风外套 搭配着牛仔短裤脚踩的一双马丁靴头戴棒球帽 以及那双裤镜十足的墨镜 这一生下来十分的强劲 完全看不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可以看到他所拍摄的背景是在机场 而且从他的动态配文中 还连续发布了多个开心的表情可以看出 张博之的心情一定相当好不到一小时之后 张博之又再一次晒出了一张全家在机场的大合照 在照片中大儿Lukas以及二儿子Quintus都在其中 而张博之的弟弟张豪龙也带着一家人 一同出镜一家人其乐融融 两个儿子如今也长高了许多大儿子的身高 已经接近张博之 而二儿子的身高也已经长到了妈妈的肩膀那里 如今Lukas和Quintus都已经升级当了哥哥 想必内心一定十分的兴奋和高兴吧 而大家所关注的小王子却没有在照片当中 而在这张照片中 还有引人注意的一点张博之在发布的时候 将航班号巧妙地给遮挡住了 这一点又引起了大众的好奇又细心的网友放大发现 被遮挡住的航班号和目的地尽管被遮住 但依旧还能看清目的地前面的两个字母S和I 这一小小的细节似乎暴露了张博之所要前往的目的地 那就是新加坡Singapore 而随后在网上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偶遇到张博之一家人的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现场的粉丝彭九还和张博之进行了合照 而从这些偶遇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被张博之所遮挡住的航班号和目的地也暴露了出来 也正如大家所猜测的就是新加坡 这一次地点的暴露又不自觉的 让人联想到过去传闻中那一位65岁的新加坡富豪 但其实这一切都只是谣言张博之的工作室方面 也都有进行否认过去张博之这一次 其实只是带着自己的两个大儿子 外出旅游享受一家人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 对于张博之在全家机场照航班号 却被遮挡小细节暴露目的地